今天咱们做糯米 糯米团 先倒奶 倒的是糖 白糖 给它糊弄糊弄开了 倒的是糯米 一百五十克的糯米 再倒一些十五克的糯米 倒的是玉米粉 玉米呢 在超市买就可以了 那个 它这个就是 在超市买这个玉米粉的 特别细 搅成这样糊糊状了 把奶奶再过一下塞 把奶奶再过一下塞 扎子就不要了 这过完筛子以后呢 咱们就到锅里去蒸 蒸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就可以了 咱们的馅料 是紫薯馅的 我这个馅都做好了 紫薯馅的 那这个料呢 这个料呢 搁的是杏银的 杏银粉 这是杏银粉 这个蒸 这个蒸好了 现在咱们把那个奶油 趁着它这个热劲 给它搁进去 让它这个热度 把这奶油化了 这个样子完 把奶油搁进去 趁着它这个热量 它这个奶油就化了 这个搁到冰箱里头 凉一下咱们再做 咱们再凉好的面呢 咱们再凉好的面呢 给它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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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它油一下 多油一下 多油一油 它那个黏性更好 吃的那个 就是口感更 更黏滑 像保鲜膜 它 就不粘了 你要胳膊保鲜膜 就粘 这样是人的 你就能 多油一会儿 再给它沉肠了 做成小剂子 这个刀呢 沾下水 要不它粘刀 做一个小饼 做一个小饼 对 把这个直属线放给 给它包上 你看这个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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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它这个水 它这个年度特别黏 我看你很久不見 我看你很久不見 你很久不見 够快的了 多呀